因為中國人我怕你們貓 我放自己啊 因為中國人怕你們貓 害你害你害你 你沒種你又沒勇氣 你沒有中國人有勇氣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剛剛各位片頭看到的啊 是昨天又有小粉紅跑去日本的 靖國神社大鬧了一番 痛罵在場所有的日本人 沒有中國人有勇氣 沒有中國人有膽勢有種 那我比較納悶的是 日本人敢當著日本首相的面嗆聲 要求日本首相答應他們的訴求 不滿意的話呢 他們可以在下次選舉 換掉這次日本的執政黨 他們可以在街上遊行抗議 中國人敢當習近平的面 或是當李強的面嗆聲 然後李強跟習近平還跑下來跟你握手寒暄 聽你娓娓道來你的故事嗎 中國人可以在天安門或是在街頭上 舉著反對現在中國執政黨的一些倒行逆施的 舉錯嗎 不 你們抗議是怎麼樣呢 舉著中國國旗唱著義勇軍進行曲 揮著黨旗說我愛共產黨 希望習主席幫我做主 因為地方有些共產黨員在欺負我 習近平是包青天一定可以幫我做主 打倒這些共產黨的餘孽 不要讓共產黨被污名化 天天都覺得荒唐 你有聽過哪一個國家的人 因為現在執政黨做得很爛 然後他們上街揮著執政黨的黨旗 揮著自己的國旗 然後說 要求執政黨嚴懲誰誰誰 執政黨那個誰一定是最清廉的 打倒那些不清廉的執政黨的那些 議員那些官員 我還是愛著這個執政黨的主席的 你有聽過嗎 沒有只有在中國有聽過啦 日本人或一些影視劇作敢批判自己早期的軍國主義 你們敢在中國的網路平台上公開批判天安門嗎 批判文革嗎 否定毛澤東直接痛罵不是陰陽怪氣的罵 沒辦法嘛 因為你們知道不行嘛 對吧 所以不是你們有沒有腫的問題 是不行 你們敢罵大饑荒是制度上的問題 但是呢 中國共產黨跟小粉紅甩鍋給自然災害嗎 那三年全世界的氣流都非常正常啦 毛澤東可是別墅一棟一棟的概念 每天吃海鮮 還捐糧食給外國兄弟 你們搞笑喔 你在日本的土地上 抗議痛罵日本人 或是日本政府 旁邊的警察還保護你們雙方 你看啊在中國的天安門 在中國的毛主席紀念堂 你讓外國人到場痛罵看看 馬上被公安抓走 馬上一對小粉紅拿U型索去敲你的頭 怎麼不見你們去抗議自己的食安危機呢 這已經講到爛掉了 中國國家企業中廚糧被曝光使用煤礦油 沒有一個中國人敢勇敢的去天安門前面抗議 就如現在這個中國人在日本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這是訴求不同 沒有人敢啊 面對第一時間曝光的新金包記者被補至今消失啊 沒有一個中國人肉體幫他站出來聲援維權 估計他現在自己也很心寒啊 對吧 我曝光這件事情不僅僅是為了自己以及我下一代的食安 更是為了普羅大眾廣大民眾的食安 結果現在大家雖然知道這件事情也知道中廚糧很邪惡 但是礙於上面他是國家經營的企業所以呢 我只能陰陽怪氣的諷刺他一下 我只能跑去轉頭買一些中國的民間企業製作的 我只能跑去買日本製作的日清食用油 一邊罵著日本亡我之心不死 一邊痛罵日本排放核廢水 結果你還是一邊來派著自家的中國漁船 去日本進海捕魚 所以日本排放的核廢水到底有沒有問題啊 有問題的話 這麼多中國漁船跑去日本周邊的海捕魚 你們這些出來捕魚去這個非常危險的 國家已經公告日本是非常危險的海域 去那邊捕魚這樣對嗎 中國政府不處理嗎 你們小粉紅不上街抗議這些中國漁船嗎 毒害中國人 所以我就說嘛一個一個臭俗辣嘛 跟你們說一個更扎心的事情 其實蠻多正常的中國人 會去經國神聖那邊走走看看 當然他們去那邊不是真心說 日軍以前在大東亞地區幹的事情非常的光榮正確偉大 不是啊 像我前年去經國神聖的時候 看到不少的中國人跑去拍照打卡 甚至還有遇到從美國跟澳洲論出來的 我的中國粉絲 他們就跟我說 大家一起來魯華啦 當然他們說的魯華是順著小粉我說 其實就是魯共 因為他們只是來拍照打卡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氣那些小粉紅而已 僅此 而昨天上海長榮的官網發出聲明 讓小粉紅撿到槍一樣說 你看長榮慫啦 對吧認錯道歉啦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長榮到底發了什麼道歉的聲明 針對這次部分住客對於長榮巴黎桂冠酒店在奧運期間的相關佈置表達關切 本酒店一貫秉持著客戶至上的精神 為該酒店對於這次事情處理態度欠佳 造成部分住客觀感欠佳 深感 抱歉 本酒店不希望此事影響兩岸人民的感情 諸如此類的 然後我們以前這個集團的 張榮發先生在去世的時候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啊 希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朝向兩岸人民共同期盼的方向前進 長榮桂冠 將繼續精進 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首先啊道歉的聲明沒有跳在台灣的總公司或是台灣的飯店 而事發地的巴黎官網也沒有跳出這個通知 反而是中國的上海跳了這個通知 拜託你們用一點腦想一想 不是總公司地點發的 也不是事發地巴黎發的 而只有肉身企業在上海的飯店發布的 這證明了什麼呢 還要意義嗎 首先你們最快能抵制到的 就是中國國內的長榮酒店 例如上海這家 雖然你們的抵制多少對長榮的收益有影響 但是長榮在海外跟台灣還是一堆飯店嘛 主要接客的也非小粉紅群體對吧 當然我說了這個是海外的部分 那請問你們抵制中國國內的上海長榮 最傷的是台灣的總公司長榮這個大集團 包含他的海運空運 還是上海長榮的中國員工跟中國籍的部分主管 在中國現在經濟比較困難的狀況之下 如果因為上海長榮減少收益 然後他們的薪水或是他們的年終他們的福利也銳減 甚至是要裁員 那在這樣的一個內捲的情況之下對於誰才是更傷的呢? 退一萬步來說 假設每個中國人都跟小粉紅一樣全面抵制了上海長榮這家飯店 造成上海長榮不得不轉售或是倒閉 那請問台灣籍的幹部是不是可以調回台灣或是調去其他海外地區? 那中國籍的員工跟部分中國籍的主管呢? 小粉紅要提供工作給他們嗎? 當然是回家內捲吃自己不然就是跑外賣開個網約車對吧? 然後還被蘿蔔快跑卡 我們剛剛堵了那段道歉聲明可以發現裡面沒有特別強調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裡面規避掉非常多政治敏感的詞彙 使用了大家教委能接受的兩岸一詞 我是台獨我也希望要和平發展 但如果是中國百分之百掌控的公司道歉 那我跟你講這個道歉聲明肯定會加什麼? 哎呀我們錯誤的言論我們在巴黎錯誤的行為深刻反省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身為中國人身為中國的一家企業 諸如此類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巴黎的官網也會貼出這個道歉聲明 所以我看了太多了啦 但這家沒有嘛 所以我認為是台灣的總公司為了中國籍員工跟中國部分主管的薪水與年鐘著想而發出這個道歉聲明 你可以理解為為了保住多數中國人在中國的飯碗 所以呢以中國上海的名義代替巴黎飯店幫小粉道歉 那對台灣來說我覺得沒有任何的損失 更搞笑的是什麼? 奧運日本桌球隊銅牌選手早田希娜前幾日表示 他想要參觀鹿兒島的特攻和平會館 因為這個會館裡面保持了日本神風特攻隊的遺像或是等等遺物 結果被小粉紅出征 關注這名日本選手並且與他們拍照的這兩名中國選手啊 紛紛取消對早田希娜的追蹤 笑死人了 趕快政治戰隊了 奇怪剛剛那位中國大爺不是說中國人很敢嗎? 那你們就勇敢追蹤啊幹嘛退咧? 人家去參觀特攻和平會館 你就去參觀紐約的六四紀念館啊 不要問為什麼要跑去紐約才能紀念中國人在北京做的事 這蠻搞笑的啦 好像今天美國人要跑去上海才能紀念南北戰爭一樣荒唐 對吧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互相記得一定要幫我噴水我是爸的小鮮人掰 還好嗎? 1次的情況下 這次的是